来来来先开头 很多同学觉得这个接口 不好理解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很多初学者 或者我接触到的很多的学购语言的人 他不理解这个接口 有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他 他从字面意思上 因为你学东西 学一个新的东西 很常见的一种思路就是什么 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他 他老在想这个接口 接口到底是个啥 他就和我代码里面实际的作用 他就对不上号 一对不上号 他就不好理解了 接口你就把它理解成什么 一个规范 或者说一个协议 因为他这个词 我就觉得他起的有问题 真的是起的有问题 我觉得他起成 那个SWIFT的语言里面 总说的 Protical Protical是一模一样的 Protical SWIFT SWIFT知道吧 有IOS里面那个语言 他也是一个新的语言 他也是里面用这个 我觉得叫那个名字就比较合适 我不知道为什么够语言 他把它叫做interface 所以说你以后 去给别人解释的时候 就是什么 不要 不要从字面意思上去 去尝试去理解这个概念 接口就是一个一种类型 一种抽象的类型 什么叫抽象呢 针对的是迹象 要不你上来吧 你来了 他针对于这种具象的 具象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些整形啊 浮电型啊 结构体啊 对吧 他们是真真正正正 实实地在内存里面 会有一个内存空间去存储它的 但是我们的接口呢 什么都没有 只是规定了一些 我必须要实现哪些方法 就是一些方法 什么都没有 那种抽象类型 它多用在哪里呢 因为够远是不是一个静态类型的 如果你写一个函数 说规定的只能返回cat 什么猫这个类型的 那它只能返回猫这个类型了 它能返回别的吗 能返回狗吗 能返回猪吗 不能 对吧 这个函数是不是就相当于就写死了 对吧 就写死了 如果你做的是 说动物类都做的是比较类似的事情 说你这个函数的功能比较类似 那我要为专门为猫做一个函数 为狗做一个函数 为猪做一个函数 把将来加个青蛙 加个蝌蚪 对吧 都要加这些 蝌蚪不会叫 就这个意思了 好吧 那怎么办呢 我的代码不可能说永远的这种重复下去吧 怎么办 我是不是在想一个 我区分于具体的类型 我能够造一个抽象的类型 对吧 只要你会叫会跑 我就称它为动物 可以吧 会跑会叫 我就称它为动物 那这个 它其实原则上就实现了个什么 这个接口就实现了两个协议或者两个规范 你必须实现跑 你必须实现叫 这个意思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接口是一种类型 一种抽象的类型 我这个方法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有很多方法 每个方法可能什么呢 又可以实现不同的接口 比如这个 这个例子里面 这就是个什么例子 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接口 animal这个接口 好吧 还有个什么呢 哺乳动物的是吧 memo是吧 妈妈还是memo的 哺乳动物的这个接口 然后呢 我有一个狗 我狗能不能实现哺乳动物的这个接口 能不能实现动物的这个接口 不可以啊 就完了吗 那我给这个狗配一个木这个方法 只要你实现了木这个方法 就实现了动物的这个接口 只要你实现了这个什么 发口是吧 这叫什么 喂奶的是吧 喂奶的这个方法 就实现了一个哺乳动物的接口 一种狗的类型 实现了哺乳动物和动物的两种 两种接口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拿到一个狗 我既可以存到animal这个类型里面 又能存到狗这个类型 哺乳动物这个类型里面 能理解吧 这个很常见 只要你上面搞清楚就不会有问题 当然是多个类型 实现同一个接口 对吧 我们一个前逻姑娘 能够实现洗衣机的接口 我一个孩儿洗衣机 也能够实现洗衣机的接口 对吧 把不同的类型实现同一个接口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接口的方法 也不需要由一个类型全部实现 接口方法可以通过什么 类型里面嵌入其他的类型来实现 这个知道了 什么意思 咱们上节课是不是讲过结构体的嵌套 对吧 我说狗一个结构体里面嵌一个animal 行不行 那我说前来就包含了animal所有的方法 就这个意思 这个能明白吧 我还用写例子吗 上节课不是讲过一个狗 我模拟了一个继承 对吧 狗里面 狗它能够在这个结构体里面 是不是在嵌套一个animal的结构体 animal的方法全部都包含了 就这个意思 好了吧 接口类型的变量 刚才都演示了 都演示了 不用说了 接口的嵌套 接口的嵌套什么意思 它和结构体嵌套一样 我相当于一个大的合约 或者一个大的规范里面 是不是又分很多的小规范 对吧 我这里面定义了一个speaker 会说话的这样一个接口 又定义了一个mover 是不是一个移动的接口 会移动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组合起来 放到什么 放到animal这个接口里面 听不懂 放到animal这个接口里面 相当于animal这里面 是相当于包含了两个 它包含了两个接口 会说话和会移动 OK吧 我这里面再强调一下 咱们在给这个什么 接口命名的时候 你这个接口这个变量名的时候 各语言里面有个约定成熟的 约定成熟的 在哪里 在这里面 各语言里面 在这接口命名的时候 通常会加什么 一牙 等到你以后去写 看别人写的代码 或者看一些圆码的时候 只要看到它有个什么 返回值 或者说函数里面 带个一牙 你就得注意一下 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接口类型 interface 大概一牙 比如说你写的方法叫writer 写的方法 刚才有同学问的 为什么要用接口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 你往文件里面写东西 不叫写 你往这个终端 就是往一个屏幕上输出的时候 也是写东西吧 打印一句话 你又打到文件里面 还是打到这个终端上面 对吧 你如果对这个linux比较熟悉的话 你就知道linux一切接文件 对吧 其实你往中端上 就往你屏幕上 这个中端上去打印的时候 也是相当于 往文件里面写的写东西 对吧 就是这个 但所以说呢 我所有的写 可以写的操作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写的接口 对吧 网络请求可不可以写 往里写东西 可以啊 网络请求 它也实现一个getter方法 这个接口呢 你只要记住这个定义 等到我们后面 随着我们接触到购物语言的代码 或者购物语言的框架越来越多 你就会对接口这个概念 比较更深刻了 可以吧 现在先记住一个概念 没有关系 记住这个一牙 一牙 尽量就要这么写 你看我下面是吧 上面那个例子举完了之后 下面没 就开始用的这个什么 speaker 在哪里 这是吧 speaker more 是不是都是用牙的方式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接口的这个 接口的签套 这个就这个写一个 给你看一个 写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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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intern 我这里面是不定义一个speaker 定义一个会说话的接口 这是定义一个会移动的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啊 他列出来的东西就只要是要求什么呢 就要求你会哪些方法就行了 对吧 他没有跟数据没有什么关系啊 只是跟方法有关系 接口签套什么意思呢 我定义一个animal的接口啊 你会跑 你会说话 会叫 是不是就是满足一个animal的接口 那我就把我已经不用在这里面干什么 再写一遍了 你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写个speaker peak 写个什么 mo 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 对吧 但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因为你现在是这个接口里面只有这一项 如果有四项五项六项呢 你再把它四项五项再写一遍 就比较复杂了 我就可以简单写 speaker 把这个结构提 把这个接口嵌吊起来 把这个接口也嵌吊起来 嵌吊这个接口 最后呢 我定义一个猫这个类 是吧 猫呢 他能会叫 喵喵喵 是吧 他也会移动 猫肯定会动嘛 对吧 然后呢 起了一个x 是一个animal类型的变量 然后呢 这里面 起了一个花花 是吧 起了一个小猫名字叫花花 然后他会动 他会叫 可以吧 我们看看 程序员不是都喜欢养猫吗 现在程序员都养猫啊 要兴致吗 为啥 猫比较不用陪啊 你现在上班996 哪有时间陪狗啊 不懂了吧 不懂了吧 狗还是需要人陪的 猫是不是现在不太搭理你吗 猫比较傻 你看来很了解猫 可以吧 这个啊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有的人看起来是吧 人模狗样的 但是他连个猫都没有 现在 现在这个 程序员世界里面会有流传这个啊 你们都不上网吧 行吗 行